我的意思是說假設我現在資料來源 我是不是應該你看我之前的計算編輯連結 有沒有2021年沒有 所以你看我的視覺化報表 視覺化報表這邊類別 只有2G 3G 可是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從這就是從大概這個時候開始 應該就有4G了對不對 那4G在哪裡 這個類別麻煩請搬掉然後再重新拉回來 他沒有提供給我4G的資訊 但是可能還要再去看一下是不是如此 因為這邊我看到的類別都是2G 3G 應該有4G才對啊 應該有4G才對啊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可能是他以2016年為準 所以建議 建議把這個裡面的檔案全部都拿掉 因為事實上這邊有4G嘛 這是2018年的時候 2018年是有4G的 所以我現在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以免說在這張圖裡面有不正確的一個數據呈現 所以這個時候要做什麼事 好 了不起就是這張圖整個重新再畫 因為本來他認定的是2012或者是2016 所以比較請向建議各位把這張圖不是以2016而是以最新的這一年當作標準 因為2020年有4G不代表2016年有4G 2012年有4G 所以這個觀念請各位一定要知道 所以他的資料內容他一直在增加 可是如果說我們是以2016年來做計算的核心 這時候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什麼問題 2016年有的東西不見得2020年也有 好 所以真的要請各位稍微知道 他現在的統計期是以2016年為準 好了 所以 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我再檢查一下這個重新整理 然後這邊 確實還是沒有 確實還是沒有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記住這個觀念 因為 他會真的認定第一個檔案 這個做法其實是不好的 好了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檔案我就勢必要重劃了 所以先關掉 你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一樣把這個表的統計日期快速點兩下 好他放在這邊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我們的用戶數 而且用戶數請做成平均 平均 平均 然後 接下來 改成這個直條圖 然後我們轉個方向 轉個方向 轉個方向 然後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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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 以類別 來去畫這個顏色 類別來去畫這個顏色 好這就是4G 4G 4G 然後 接下來 類別裡面 放來篩選 因為真的就把 對不起 不是類別 是那個 是 業者 名稱 頁 名稱 請記得 先勾全部 把總計關掉 確定 先勾全部